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杰伦于3月15至25日在香港联唱 19日当天刚刚与林峰宣布分手的吴谦宇 晚上现身演唱会 并在点歌环节被选中 吴谦宇点了一首彩虹并与周杰伦合唱 当天林峰在出席活动时宣布与吴谦宇断了五年情 随后吴谦宇也发文称 五年间全心全意投入的感情 要完全放下实在不容易 大家请给我空间适应 未来我会勇敢面对 希望今后大家会继续给我支持 并多留意我的工作 晚上吴谦宇现身周杰伦演唱会 并在点歌环节被选中 他穿着黑色的帽衫戴着棒球帽十分低调 随后他选了一首彩虹 并与周杰伦合唱 网友评论这是用音乐聊情商啊 点到他会不会太巧 李连杰尽照曝光 明显满身旧伤弯腰驼背 苍老疲倦 近日有网友贴出一段功夫巨星李连杰的短片 影片中的李连杰一身黑衣 头戴黑色鸭蛇帽 戴着墨镜 身形消瘦 而且明显驼背 皱眼看上去显得相当疲倦而苍朗 现场有许多人想跟李连杰合照 但工作人员表示 李连杰赶时间 而且身体状态也不允许个人合照 最后只能是个人一组团体合照 网友纷纷回应 心疼李连杰的身体 早年不命拍戏 留下不少旧伤 如今伤病连连 真的是拿生命在拍戏 大家都希望李连杰能好好保重 好好休养 李连杰今年54岁 近年鲜少公开露面 外界对他的健康情形十分关注 前年底网路上也曾流传他满头白发的照片 当时据说他自称离死不远 田中立奈香港电影节全程中文受访 百分百盛情款待 芯片盛情款待 以清新风格 温暖情节获选为第4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 开幕电影 昨晚在香港举行首映 导演陈玉杰与主要演员田中立奈 王百杰和姚纯耀盛装踏上红毯 立刻成为全场焦点 特别是田中立奈诚意十足 不但以粤语向现场观众问号 而且全程以中文受访 他表示希望能将电影中呈现出的日式盛情款待精神 原汁原味分享给香港的朋友 田中立奈说 在盛情款待中 他有大量的中文对白 台词真的很难 但是很棒的挑战 是很有趣的工作 王百杰也说 他和田中立奈在片中有许多对手戏 两人几乎都是用中文交谈对戏 但他必须很认真才能完全听懂 所以他们都会很努力地观察对方的演出 我想这就是一种盛情款待的精神 王百杰自己在片中也有连续十多页英文台词 他笑说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天天上课三小时 一直讲英文啊 盛情款待片中结合京都美景 及日本传统待客之道的精神 即由一个位在琵琶湖畔的温泉老饭店的转变 而引发两个家庭相遇的温暖故事 片中结合台湾及日本多位实力派演员 王百杰 田中立奈 于桂梅子及杨烈 吕雪凤及姚纯药等人共同演出李连杰尽照曝光 明显满身旧伤弯腰驼背苍老疲倦 近日有网友贴出一段功夫巨星李连杰的短片 影片中的李连杰一身黑衣 头戴黑色鸭蛇帽 戴着墨镜 身形消瘦 而且明显驼背 皱眼看上去显得相当疲倦而苍老 现场有许多人想跟李连杰合照 但工作人员表示 李连杰赶时间 而且身体状态也不允许个人合照 最后只能是个人一组团体合照 网友纷纷回应 心疼李连杰的身体 早年薄命拍戏 留下不少旧伤 如今伤病连连 真的是拿生命在拍戏 大家都希望李连杰能好好保重 好好休养 李连杰今年54岁 近年鲜少公开露面 外界对他的健康情形十分关注 前年底网路上也曾流传他满头白发的照片 当时据说他自称离死不远 田中立奈香港电影节全程中文受访 百分百盛情款待 新片盛情款待 以清新风格 温暖情节获选为第4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 昨晚在香港举行首映 导演陈玉杰与主要演员田中立奈 王柏杰和姚纯耀盛装踏上红毯 立刻成为全场焦点 特别是田中立奈诚意十足 不但以粤语向现场观众问号 而且全程以中文受访 他表示希望能将电影中呈现出的日式盛情款待精神 原汁原味分享给香港的朋友 田中立奈说 在盛情款待中 他有大量的中文对白 台词真的很难 但是很棒的挑战 是很有趣的工作 王柏杰也说 他和田中立奈在片中有许多对手戏 两人几乎都是用中文交谈对戏 但他必须很认真才能完全听懂 所以他们都会很努力地观察对方的演出 我想这就是一种盛情款待的精神 王柏杰自己在片中也有连续十多页英文台词 他笑说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天天上课三小时 一直讲英文啊 盛情款待片中结合京都美景 及日本传统待客之道的精神 即由一个位在琵琶湖畔的温泉老饭店的转变 而引发两个家庭相遇的温暖故事 片中集合台湾及日本多位实力派演员 王柏杰、田中立奈、于桂梅子及杨烈、 吕雪凤及姚纯耀等人共同演出